而印度Delta的变种病毒 它超强的传播力 造成了新一波的感染 指挥中心也证实了 先前从秘鲁入境的祖孙 这两个人的基因定序 就是Delta的病毒株 由于有一名确诊的继承车司机 曾经载过秘鲁祖孙的亲戚 而相关的本土病例 总共是有亲历的 指挥中心无法排除Delta病毒 与这起本土群聚是有关系的 也紧急的宣布新措施 加强边境的管控 台湾本土确诊个案数 25号再度下降 新增76例 死亡人数5例 整体致死率 仍维持4.2%高点 本土疫情尚未获得控制 25号指挥中心证实 秘鲁返台的祖孙 感染的是印度Delta变种病毒 有祖孙两人是Delta的病毒 根据研究 Delta变种病毒传播力 比起英国变种病毒 高出40%到60% 曾经在过秘鲁祖孙 亲戚的确诊计程车司机 相关本土病例 共有7例 绝对中心无法排除 Delta病毒与这起本土群聚有关 紧急宣布新措施 27号起 只要从印度 英国 以色列等7个国家 有14天旅游时 或转机旅客 强制集中检疫14天 入住及检疫期满前 都要采PCR 其他地区入境旅客 得自费入住检疫旅馆 或检检所 一律禁止在家检疫 还要强化社区防疫 强化医院感控措施 防止病毒扩散 除了Delta病毒的威胁 台湾社区 可能还有隐藏个案未揪出 看看各国致死率 台湾4.2% 远高过美加及英国韩国 位居第一 更高于全球平均近两倍 有专家认为致死率高 因为母数不足 台湾实际染疫人数 应该是目前确诊 1.4万人 乘以2.55倍 黑数恐藏2.2万人 我们不敢说 没有所谓的黑数 新冠病毒越来越难缠 但指挥中心就是不补筛 社区隐形传播链难找出 疫苗覆盖率又不足 疫情想要控制 恐怕难上加难 接着欢迎居然向于SNG台北采访报道